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有很多人來信問我們說 那你們相信恩典 難道你們就不用專手實踐嗎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然後呢 那到底我們跟律法的關係 在恩典之下 在新約之下的基督徒 跟律法的關係是什麼 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請看 好 羅馬書七章一到二節 當代中藝本 我鼓勵每個弟兄姊妹 請你去讀你讀得懂的藝本 有些人你讀何而本 真的讀不過去 請你去找合適的 我個人是推薦那個 辛普吉藝本 我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讀起來很順 但是這個經文 當代中藝本翻得超好 所以其實我每次在 講到嚴經的時候 我一次會看八九個中文版本 七八個中文版本 然後你去看到很多的 真正的意思 所以讓我們直接來看 當代中藝本 弟兄姊妹 我現在對那些熟悉律法人說 你們不曉得嗎 律法只在人活著的時候 發生作用 比如說一個婦人的丈夫 還在世上 他就受婚姻法律管制 不能脫離丈夫 如果丈夫死 他就毫無束縛了 你看讀過去 都知道什麼意思 根本不用跟你講 簡單說就是 你這些很知道律法的人 難道你不曉得嗎 律法只在你活著的時候 有用對不對 然後他就開始舉例 他在說明 就很像是 但是如果說你丈夫還活著呢 你就是受 你跟他婚姻的法律管制嘛 對不對 你不能夠隨便幹嘛 愛幹嘛就幹嘛 對不對 要出去玩要幹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丈夫死了 當然你可以交心了男朋友 架心了丈夫啊 因為你就沒有束縛了 這就是律法 他其實要舉的例子 你看你又翻 當代中藝本翻得很順 你都看得懂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七章三道四節當在中藝本 丈夫在生之時 他若勾搭別人便算贏婦 丈夫死了就沒有什麼法律管制他 他若喜歡與別人結合 也是名正言順 弟兄姐妹們 這樣看來你們既是基督的身體的一部分 就是在律法上死了 知道什麼意思嗎 當丈夫還活著的時候 如果他去勾搭別人 他就是贏婦嘛 對不對 那很正常吧 到現在我們法律也很清楚 有所謂的通姦罪 如果你有婚姻關係 你跟別人發生了關係 就是很有關係 好 丈夫死了就沒有什麼法律管制他 他若喜歡與別人結合就是名正言順 各位你不用解釋看得懂嗎 弟兄姐妹們這樣看來 你們既是基督的身體一部分 就是在律法上死了 所以這邊告訴你 你是基督的身體一部分 你只要是基督徒 你就是基督的身體一部分 如果你是基督的身體一部分 就是在律法上死了 聖經上寫的啊 各位 所以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懂嗎 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七章四到五節 當在中藝本 我們前面閃略一點之後 好 你們就可以與別人 這邊就是與從死裡復活了的基督結合 以至為上帝結出善果 從此我們被自己的惡性管轄 律法激發情慾不時產生惡念 使我們身體犯罪結出死亡的果子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告訴你 你已經不用守律法 你因為愛而不去做律法 你說是罪的事格 是你不用守律法 因為這邊告訴你 律法激發情慾 你因為律法的關係裡面的罪性 會跟律法合作 然後你身體就會去犯罪 就會結出死亡的果子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要死 因為基督死了你就不用死了 基督死了就廢去律法的一切的能力 然後你就可以與他同死同復活 你的丈夫就不再是律法 是耶穌基督啊 看下一頁 所以你看聲音上怎麼說 羅馬書7章6節 還是當代中藝本 但現在我們在律法上死了 脫離了一度捆綁我們的律法 就以心靈的新樣式來侍奉 這個括號是我家的 事實上何本翻聖靈 事實上我真的覺得應該翻 就以聖靈的新樣式來侍奉 不是機械化的按照舊條文來侍奉上帝 你懂了嗎 現在我們在律法上死了 就脫離了一切捆綁我們的律法 所以你不用遵守律法 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你要的是基督在你裡面讓聖靈 聖靈的新樣式 聖靈感動你做一些事 比如說好 律法規定你一定要憐憫貧窮 結果有一個人說他很貧窮 他來尋求你的幫助 你在舊約裡面你要憐憫貧窮 結果借給耶穎就幫助他 可是在新約裡面聖靈會引導你說 他來幫助他幫助他 有些時候是神要管教這個人 讓他再趕快去找一個好工作 結果你一直給他吃飯 一直給他所有這些東西 他不去工作你懂嗎 所以是要用聖靈來帶領 用聖靈的新樣式來侍奉 讓聖靈引導你不再是律法的規定了 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我告訴你 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請看下一頁 你看多麼堅定的眼神 這個是北斗神權後 這麼堅定的眼神說你已經死了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 你已經死了 什麼都已經死了 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各位弟兄姊妹 在新約的每一個基督徒 你嫁給耶穌基督了 所以你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你看這堅定的眼神 你已經死了 好我們看下一頁 我再重新看這個七章六節 但現在我們在律法上死了 你去看實態就是 我們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在律法上已經死了 神經上講的啊 不是我什麼廢法主義啊 真的神經上就這樣講的 OK 懂了嗎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龍好書八章三節 新普及一本 我們罪惡的本性軟弱 摩西律法救不了我們 於是上帝做了律法做不到的事 祂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肉身 這肉身跟我們這些罪人的肉身一樣 所以你看上帝 做了律法做不到的事 祂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肉身 律法做不到為什麼 因為律法就是你犯罪你死 他犯罪他死 沒有人可以救誰 但是律法做不到的事就是 神沒有犯罪為你死 這就是白白的恩典 你不可能賺取 無功而得白白的恩典 聖經上說的嘛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羅馬書八章三道四寫 新普及一本 上帝宣告罪再也不能控制我們 因為祂把自己的兒子交了出來 在肉身為我們做了贖罪祭 記不記得舊約的贖罪 你要牽一隻無澱無瑕疵的羊來 然後你把手按牠在牠頭上 然後你把罪歸給牠 然後牠的無瑕疵歸給你 然後你殺了牠 然後你得赦免 請問祭司看的是羊乾不乾淨 無瑕疵還是看你有沒有生病 不是是看羊 你的羊就是耶穌基督 祂在肉身為你做的贖罪祭 所以只要它完美你就被赦免 完全的被赦免了 就約清楚而講清楚 新約彰顯出來懂嗎 就是這樣嘛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可是題目來了 那律法到底怎麼樣 律法有被廢棄嗎 聖經上不是說律法不可以被廢棄嗎 天地都廢棄 律法一點一地都不能廢棄嗎 不能廢棄嗎 沒關係聖經告訴你 羅馬書八章四節 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我們這些 不再跟從本性 反倒跟從聖靈的人 能完全滿足律法公正的要求 所以我要告訴你 耶穌基督他這樣做 這個美好的淑罪祭 讓我們能完全滿足 律法公正的要求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耶穌已經為我們完成 律法公正的要求 所以律法沒有被廢棄 律法被完全的 耶穌為我們完成 律法所有一切的要求 所以罪不兩罰 祂完成了 我就不用被罰了 我做不好的 祂未有受罰 祂完成了我想受 這叫做他把一切的美好都賜給我們 哈利利亞你懂了嗎 好 比較專心讀經 你可能會看到 這邊說要反倒 跟從聖靈 你有跟從聖靈才能 你有完全跟從聖靈才能夠 滿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啊 你有跟從聖靈嗎 沒關係 讀經看上下 我們看下面 羅馬書八章九節 新普及一本 然而你們並不是受罪惡的本性掌管 如果你們有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裡面 你們便是受聖靈的掌管 請記住人若沒有基督的靈住在他裡面 就根本不屬於基督 什麼意思 你說你剛才有提到 我們有沒有被 有沒有完全順服聖靈啊 我們有沒有被聖靈引導啊 對不對 這邊告訴你 我們有上帝的靈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是受聖靈掌管 這邊說 如果你沒有基督的靈 你就不是屬於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就有基督的靈住在你的裡面 你就是被聖靈掌管 如果你被一個人掌管 你當然會依從他跟從他對不對 掌管是比較高階的對不對 跟從是自由意志的 掌管是完全與他同 已經被他可以說是控制 當然神不是控制我們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本來你有聖靈在裡面 你就是被聖靈掌管 你當然是順從聖靈 你是被聖靈引導的 所以你就是完全滿足律法 所有一切公正的要求 所以你就蒙福了 你跟律法的關係就是 你已經死了 他已經為你死了 所以你就活了 然後你就豐盛了 你就不用再被律法捆綁了 他要讓我為你禱告 接下來八天賦 我們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你所愛的孩子 你所愛的公主跟王子 絕書謝謝你 謝謝你拆解你的兒子 為我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律法對我而言 已經死了 我不再受限於律法 我們不是廢法主義 我們因為律法被耶穌基督 完全的完全成就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倚靠這一切 我倚靠的是 因信誠義上帝的恩典 白白恩典永遠不會背棄我 我雖然偶爾會軟弱失信 但是神永遠可信 這是祂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 謝謝主在律法上 我已經死了 在十字架上面 我與耶穌同復活 然後我們就蒙福蒙福再蒙福 成就這一切的美好 謝謝天父 謝謝耶穌基督的聖靈 奉我兄弟祷告阿們